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斯马一亿八千七百五十万令吉沙拉越学校太阳能舞弊案原定在明天下判 法庭驳回辩方撤换主控官拿都斯里哥巴斯里南的要求之后 罗斯马再次出招 这次是要求案件的承审法官莫哈默在尼退审 给出的理由是判词外泄 罗斯马在昨天提出的申请中表示 他在八月二十六号读到布洛克拉伦伯特拉发布 一篇标题为罗斯马将在九月一号被判罪成长达七十一页的文章 内容提及太阳能舞弊案的判决已经完成 不过判词却不是法官在你写的 而是由其他人代笔 而且文章可以轻易下载 联邦法院首席主部官办公室也没有否认这一份判词的存在 这让罗斯马非常震惊 文件外泄不只让他对在尼失去信心 更质疑法庭是否能够以道德 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处理 审理和裁决案件 他怀疑在尼受到第三方影响 无法不偏不移的履行法官职责 罗斯马强调 在尼显然违反了法官和司法人员的道德守则 法庭应该展颜明天或是定在明天之后的下判日期 直到警方完成调查 而在尼必须退审 案件也需要重新审讯或交由其他的高庭裁决 否则就会侵犯他在法律下应有的权益 检控方证实已经收到了罗斯马的申请 而在8月27号 也就是罗斯马阅读到这篇文章的隔天 联邦法院首席主部官办公室也针对网媒当今大马刊登的法院判词报警 并谴责这种行为是在蓄意影响法院运作和司法公正 联邦法院首席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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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